说大哥你前年离婚 哇 我有离婚吗 我也没结过婚 我也离什么婚 我在发婚 没事 没事 离婚好像是最近才 好像有办过这个事 有办过这个事 但它不是个事 就是离婚就离婚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有外遇了 或者是什么 那看看人家来不来照顾我了 是这样 我觉得阿丹的事情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都发生在他身上 其实都是你的不愉快 造成你自己的不舒服 他的不愉快 造成他的不舒服 他可以愉快一点嘛 为什么一定要十九次 去试一管婴儿呢 这不是找麻烦吗 一次不行 两次不行 就算了呗 是 你自己在找事 我听了他的感觉以后 我觉得他是在找事 没事找事 不爱自己 很固执 很固执 拗 很拗 他就是没遇到我 遇到我早就解决了 早就应该要遇到 怎么解决 早就解决了 是什么婴儿啊 还是婴儿 弄不出来就算了呗 弄不出来就一直要弄 有努力过这样就好 有努力过 有做过就好了 那你怎么看待他回去 在照顾他的前夫呢 我觉得这个是情跟义 我觉得义比较重 情比较浅 我觉得他的一种义气嘛 对 很多艺人都是很有义气的 是 这种就是傻逼一个嘛 没有 其实我们演艺人员 就是傻逼嘛 我们演艺人员真的是 有心有意的 真的傻逼 怎么说什么叫傻逼 真的傻逼 你干嘛会去照顾人家 人家也没有说要你啊 对不对 就是哎呀 我不好意思 我意气啊 我两肋插刀 这就男人啊 我也一样啊 就是傻屌嘛 傻逼嘛 就傻屌个傻逼 为什么呢 艺人觉得什么都不好意思 哎呀我要这样子做 我要这样子做 其实这个艺人呢 很可怜的一个族群 这个族群很可怜 怎么说 你看到哪一栋大楼 是艺人的大楼 你没有看到一栋大楼 是艺人的 就是说有几栋房子 就不得了了 人家盖房子都说 神经病我大楼 我随便就有五六栋 人家也没有什么 造成什么轰动话题 是 艺人呢 好像有一栋房子 就已经有话题了 就是艺人这个族群呢 这个族群特奇怪 是 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族群 很可怜的一个族群 你们有没有觉得 孙大哥讲话充满责旅 有 真的 就他真的人生是有智慧 是啊 那可不可以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吗 为什么四十几年的婚姻要离婚 我觉得情近了 远也近了 其实我们很好商量啊 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我说好啊 离呗 他说什么时候约一下 约一下呗 约一下去盖个章呗 盖个章完了 一人一个身份证一看 后边没有名字了 就好了 就解决了 平常有没有住一起啊 没有 没有 已经离开 我已经离开这个家大概 我从1986年离开 那所以前妻一直在台湾是吧 对 然后你一直住夏威夷 对 我住夏威夷 住大陆 我两千年到大陆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说 夫妻离开了 就是离开了 从你当时要离开那天 你就要有一种准备 就是要准备要离婚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 不要说 哎呀 有 有什么什么什么 隔了那么远 他不可能有感情了嘛 是是是是 所以夫妻不能 缘起缘灭 缘起缘灭 夫妻呀 不适合离开太久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关锅一个嘛 我在夏威夷 我也没觉得我有老婆 那可是 离婚没有错啦 就缘起缘灭 这个没有感情了 可是他里面牵扯到 小孩虽然大了 牵扯到财产的问题啊 我通通不要可以吧 你全放啊 我全部啊 我我我近户 近身出户啊 可以了吧 我什么都不要你的 哇这个你会感动 真的不得了啊 我什么都没遇到这种的啊 我什么今天还来得起啊 给他来拜光光啊 真的 我们都是给的 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空着手 我就提个包包 我连包包都没提啊 我就出来了 所以你是在被动 等候你的前妻 然后通知你说 我们离婚吗 不然这几十年 我也没有等待 我就是顺其自然啊 对 我说那几十年 他都没有抱怨吗 都都 有啊有 分隔两地耶 我觉得一定有抱怨 所以人不能分隔两地 分隔两地啊 就会产生距离 是 产生距离 就会产生隔离 那你独立生活贯 你有带着他吗 当时去夏威夷 我要带啊 他问题是他不行啊 他前期事业心也很强 在广播电台 及时了四十几年的 他不能走啊 是 他有他的事业 他有他的事业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不能走的时候 就是已经要 我就知道 我已经看到结果了 因为他们选择了 不同的生活方式了嘛 是 我已经看到结果了 所以说 离了就离了嘛 怎么办呢 因为不能挽回 对不对 这种东西 就是要大欺一点 好啊 你要房子要什么 东西都给你 那方便问说 总共的资产 给了多少吗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几间房子或者是 十来间房子吧 哦 是美国的房子还是台湾 好像有问到重点 还有一种 还前期跑车啊 这些东西的 很大吗 这个话 好了 老实讲 是那个 我们这样子 两个人都不讲话 明天收拾率可能最高 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 孙秦听起来是很大气 真的都给耶 就是十几间房子 就直接给了 就给了 那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怎么样呢 你去跟他计较吗 还是去 不计分隔两地 那你在这个中国大陆 跟美国 那你有红粉之急吗 当然有啊 要不然我怎么活 要不然怎么活 是是 对不对 我是男人 有几个 红衣你看他那个鼻子 不要浪费他的鼻子 那鼻子一看就知道很有钱 小弟我问了怕怕了 对对 你很小心很小心地在问 不是啦 我觉得啊 几个不是问题 是 你能不能照顾得了 这个才是问题 是 对对对 对不对 有责任心 不是 不是 那你有红粉之急 你也得照顾人家 你怎么可以把财产全给了呢 那就给了 怎么办呢 你跟我的 我就什么都没有 大吊一个 你就 你要怎么样嘛 要不然就不要来嘛 就是这样的 我就这么一个 现实就是这样子 是 你要跟就跟 我什么都没有 要跟就跟 不跟拉倒 对不对 要讲明的 是 你不要被我骗啊 哎呀我鼻子很大 还有钱呢 有点呢 很多女人被我骗了一辈子 就因为那个鼻子啊 我现在很失望啊 这个鼻子是假的啊 会不会你很会赚钱 不是啊 讲来句话啦 我觉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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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什么事都要坦诚啦 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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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我有留一些古丸给我的这个 这个 我就是告诉你 这些东西就是我死了就是你的嘛 我也没有东西 你留给谁 古万你留给谁 我就 就留给现在这个 女朋友啊 或者是什么 你不管他 就说 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种责任感啦 我觉得男人还是要有责任感 是是是是 新闻娃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